取交性大顾刘相杰与老公杜秉淳夫妇两人疑似长期经营诈骗水房 涉嫌洗钱乍漆遭积压禁件 经北检侦办后依组织犯罪加重乍漆洗钱等罪嫌起诉涉案四人 17号上午交开以审庭 刘相杰被借题时神情还略显疲惫 和他的朋友林雨伦一前一后被带进北检 而据了解刘相杰夫妻俩从2022年开始 就涉嫌利用泰达币替诈团洗钱 即使名下公司账户多次被警示 但他们还找来高中好友林雨伦帮忙 让对方提供自己的公关公司账户 而开庭后刘相杰却火速切割 声称都是劳工杜秉淳所为 自己完全不知情 只是偶尔帮忙回避商讯息 客户资讯偶尔更换逆程 只是为了因应网络潮流 而不是为了躲避检警察器 林雨伦辩护律师在接押庭前也来到北院 涉嫌安风波恐怕只会越演越烈 这个当事人我不认识 他到底有什么证据 可以去说他知道 或有律师类相关的依据 完全不清楚 曾经在镜头前 澄清自己毫不知情 他是徐乔馨的丈夫 现任台中市演考会主委刘彦李 在姐姐被起诉后 低调不出面 只透过文字回应 希望司法勿亡勿众 潜在的诈骗之徒 应该引以为戒 切乎存有侥幸心态 犯罪繁花被解毒 想跟姐姐姐夫切割清楚 插片集团遭到起诉 牵扯到政治人物 势必又会在政坛掀起 另一幅话题 接下来林嘉宇 张欣是蔡日如 采访报导